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又继续我们零基础 完装Colis M系列CPU的课程的一个学习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 我们的第二阶段理论基础 然后学到了第二阶段理论基础的第三课 探索Colis M系列CPU内核的部分 然后在我们的上一节课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Colis M架构CPU内核的寄存器 以及我们这个处理器的模式 主要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内核里面的那十几个通用寄存器 还有那几个特殊寄存器 大家就要把这个寄存器的内容搞清楚 要了解这些寄存器 它的一个功能 以及如何来 它在这个CPU内部是如何来使用的 然后大家还要把这个处理器的 它的几种操作状态 模式以及特权级别搞清楚 然后还有一点 大家要搞清楚 我们这个内核的那十几个寄存器 给我们以后要讲的 我们这个控制器对应的那个寄存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把这两种寄存器搞混了 好 然后今天我们就将学习 我们这个Colis M架构CPU内核的这个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 那么在正式开始学习我们这个存储系统之前 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点 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点 那么我们看到这四个字 存储系统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这个存储系统就是用来做存储的 就跟我们这种仓库或者是抽屉一样 都是用来做存储的 那么既然要做存储 那么肯定是需要有这个存储空间的 要是要有这个空间的 那么这个存储空间呢 实际上它内部 它里面呢 实际上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 我们把它叫做最小的一个存储单元 我们最小的一个存储单元 比如说在这种 大家如果去这个中药铺 去买过中药就知道 我们中药铺都是由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抽屉 构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些柜子 对不对 那么这些抽屉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小的 这个中药铺里面的一个存储单元 那么我们的这个 Cortis M架构的这个内核的最小存储单元 它有多大呢 它有多大呢 这个就是要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第一个小知识点 实际上呢 我们的一个Cortis M架构CPU内核的 它的一个存储单元呢 它的一个存储单元呢 它的大小是多少 它的大小是一个字节 大家注意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我们通常用这个byte 通常用一个byte来表示 通常一个byte来表示 它呢等于8个bit 8位 有8位 实际上就是8位 好大家首先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这个概念是我们后面学习 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一个基础 学习存储系统的一个基础 好 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在正式讲课之前呢 要讲的讲的第一个小知识点 或者说我们第一个小贴士 希望大家把最小存储单元的这个大小搞清楚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一个讲解啊 大家来看一下 主要呢有三个知识点啊 然后这三个知识点呢 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啊 可能会分成两个小课来讲 两个小课来讲 然后今天呢主要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一个特点啊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特点 然后我们后面的小课还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一个映射图 还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堆栈的这个存储模型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堆栈的存储模型单独拿出来讲呢 因为这个堆栈的存储模型在我们这个编程模型里面啊 是非常有用的啊 是非常有用的 在很多的这个编程啊 尤其是这种函数调用啊 中断处理啊 都会用到我们这个堆栈的这个存储模型 好 这个呢我们就到我们的第二个小课给大家讲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课呢 需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一个特性啊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特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存储系统它都有些什么特性呢 好 我把这个存储系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呢 把它列在了这个地方啊 把它列在了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存储系统 它是支持一个4G 大家注意啊 这个G后面跟的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B啊 大写的英文字母B 那么这个呢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大写的B实际上就是byte啊 byte的意思 byte这个翻译过来成中文就是字节的意思 字节的意思啊 那么同学可能要问那么比特怎么表示 比特用小写的B来表示啊 如果是小写的B就是比特 bit啊 bit就是表示一个位啊 表示一个位 那么一个byte呢 它是等于8个位啊 刚才在给大家讲这个最小存储单元 都是也讲了 我们最小存储单元呢 就是一个字节啊 一个字节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线性寻止空间 大家注意是一个4G字节的 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线性寻止空间啊 大家注意这是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第一个特点啊 大家不要把这个小写的B和大写的B搞混了啊 它们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 尤其是我们这个做这个签署开发的同 这个同学大家一定不要把他搞错了啊 好 然后我们讲到这儿呢 就给大家讲第一个小贴士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4G字节的这个寻止空间的由来 那么这个4G的这个寻止空间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好 下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实啊 就是我们这个Codex M3 还有我们这个Codex M4啊 它的这个存储系统的这个地址位呢 是多少位呢 都是32位的啊 都是32位的啊 我们把它说 这个是32位的这么一个存储系统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32位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我们这个地址啊 它整个寻止的这个地址的这个 可以从32个0啊 32个0一直到什么32个1啊 32个1啊 32个1啊 大家注意这个都是使用二进士来表示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啊 可以来算一下 像从32个0到32个1 总共能表示多大的一个空间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啊 首先我们教大家怎么来算啊 首先我们来要计算出 我们这个32个1啊 大家注意这是 这个就是32个1 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刚才已经算了 这就是32个1 那么把它翻译成这个十进制呢 这个是二进制的啊 把翻译成十进制就是这么大 然后还要加个1啊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我们这个寻止空间是从这个地址 从0地址开始的啊 从0地址开始的啊 所以说我们还要加一个1啊 加一个1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数啊 这么一个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我们首先呢 我们首先 大家注意最小存储单元是一个字节 因此呢 实际上呢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我们总共可以存储这么多 这么多个字节的啊 就是4294967296啊 这么多个字节的这么一个大小 那么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它到底是多大啊 首先我们除一个1024啊 1024 那么第一次除1024呢 实际上这个单位就从这个字节 变成了千k字节啊 把它叫做k字节 kb啊 kb 把它叫做kb 那么我们再除一次1024啊 再除一次 1024啊 1024 等于多少呢 4096啊 然后这个这个筹就变成了 造币啊 造 这个就变成造币啊 就是4096造币 那么我们再除一个 再除一个1024啊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g啊 gb啊 大家平时买硬盘 或者是买这个 移动硬盘 或者买这个 u盘啊 现在都会至少都是上g的 对不对 因此大家对这个k啊 照啊 g啊 这个单位呢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搞不清楚的下来查一下百度 查一下百度啊 因为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有点计算机尝试的 应该都会都都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啊 都应该知道 所以说最后算出来呢 他这个寻止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4g个质节啊 4g个质节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4g质节的空间的由来 还有个办法啊 还有个办法 还有个办法呢 就是直接算2的32次方啊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大家再自己算一下 2的32次方啊 算2的32次方 然后除以1024啊 除以1024 除341024啊 除341024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特点啊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 但是他的这个存储器映射表呢 啊 他的他有一个映射表是预定义好的啊 运定义好的 他虽然没有预定义的非常精确 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框架啊 给了我们一个框架 比如说什么叫他的一个映射关系呢 比如说我这有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4g的啊 这么一个4g质节的这么一个存储器的这么一个图啊 这种存储器映射图 那么就规定好我们这个ram大概应该放在哪些空间里面 他的寻止空间是在哪哪些地方 那么这个rom他的寻止空间又是在哪些地方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 他的寻止空间又是在哪些地方啊 这个就是预定好的这个存储器的这么一个映射关系啊 大家注意这个映射关系是由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框架 是由arm公司在设计我们这个m3和m4的时候啊 就已经给了一个大的框架了 是由arm公司给出来的 然后由我们这些芯片厂家呢 芯片厂家呢又会去细化啊 又会去细化 但是大的这个框架是不会变的啊 好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存储系统的支持两种这个端模式啊 一种是大端模式啊 大端模式 然后一种是小端模式啊 然后一种是小端模式 然后讲到这呢大家可能就有些不理解 那么到底什么是大端模式 什么是小端模式呢啊 然后这个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小贴士了啊 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小贴士 就是关于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的这个小贴士 那么首先大家就要搞清楚啊 这个端模式呢 是指的是我们这个数据啊 和具体的这个存储 我们和存储区域啊 它的一个分布的这么一个关系啊 分布的一个关系 那么所谓的大端模式呢啊 我们先来讲大端模式 什么是大端模式呢 那么所谓的大端模式呢 就是数据的高字节啊 存储在地址的低地址 内存的低地址里面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是我们数据的高字节啊 我们数据的高字节 高字节 假设我们有一个两个字节的数据吧 就是一个16位的啊 两两个字节的数据啊 它们它肯定是有高字节和低字节之分 对吧 那么它的高字节呢 就应该放在我们这个内存的低地址处啊 低地址处 低地址处啊 那么 那么它的低字节呢 当然就放在了我们这个内存的高地址处啊 低字节就放在内存的高地址处啊 高地址处 高地址处啊 然后这样的这个存储方式呢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啊 想象一下 可以把它当作我们以前学过的这个什么呢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字符串啊 当作一个字符串 当作一个字符串啊 我们顺序的处理这个字符串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地址啊 大家大家可以就是以前如果打拥过这个字符串里面 每个这个字符的这个地址的话呢 就会发现这个地址是有小 啊 像大啊 增加的增加的 而这个相关的这个字符呢 也是这个就是假设这个数据啊 也是从高位往低位放的啊 往低位放的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端模式 那么小端模式呢就正好相反啊 然后小端模式呢就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然后实际上的小端模式呢 就是数据的高字节存放在内存的高地址处 然后数据的低字节呢 保存在我们内存的低地址中啊 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 然后这种模式呢就有点像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把这个 地址的这个高位和低位 和把这个数据的高位和低位呢 实际上是匹配的啊 就小端模式我们的地址的 地址的这个高地位啊 地址的这个高地位 和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高地位啊 数据的这个高地位呢 它是匹配的啊 它是匹配的啊 它是匹配的 这个呢就和我们这个人类啊 我们以前就是我们这个人类 通常这个逻辑思维方式就比较接近啊 逻辑思维方式就比较接近 好这个就是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下面就可以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有一个 0x1234啊 有这么一个数 然后这个数据的 高八位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1212啊 然后低八位呢 就是这个34啊 就是这个34啊 340x34 这个是我们先做个标记 这是高 这数据的高 这数据的低 那么有这么一个存储区域啊 就这么一个存储区域 啊 我们随便画一下吧 随便画一下 然后这个存储区域呢 假设啊 假设这是0地址啊 这是1 1地址 这是2地址 这是3地址 那么如果我们首先 我们采用大端模式啊 采用大端模式 那么它的这个高八位呢 就应该放在低地址处啊 那么我们的0地址就是 低地址啊 低地址 那么我们就12就放在这个低地址处 那么低低八位呢 就应该放在高地址处啊 高地址处 因为为什么是低八位呢 因为我们每个存储单元 都是一个字节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啊 就是大家要对这个存储单元 最小存储单元是一个字节 这个东西 大家首先把它搞清楚 好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字节啊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是8位嘛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0x12 那么我们的0x34呢 啊 我们的低八位呢 就放在高地址处了 就放在这个1地址处 好 这个呢 就是大端模式 那么如果是小端模式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如果是小端模式呢 那我们的这个 低数据啊 我们数据的低八位 就是这个34 就应该放在低地址处啊 放在低地址处 那我们这个高八位呢 高八位12 就应该放在高地址处 高地址处 好 这个就是对一个大端模式 和小端模式的一个举例啊 一个举例 然后 实际上我们这个 高地址M系列呢 它是既支持大端模式 也支持小端模式啊 这个可以去配置的啊 可以去配置的 然后大家 就 具体的 它有一个默认的配置 在这里面给大家卖个关子 它默认到底是大端模式 还是小端模式呢 希望同学们下来去 去看我们这个手册的时候啊 好好看一下 我们这个 Colex M3和M4 我们这些CPU 它的默认模式是大端模式 还是小端模式啊 这给大家留的一个小小小的思考题啊 大家同时 如果在这个资料上找不到呢 或者说不想花太多时间 再来找这个东西呢 那么你可以直接去百度搜索一下啊 百度搜索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端模式啊 这就是我们的端模式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个端模式呢 实际上 在很多的这种其他的场合也有应用啊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络编程啊 里面的对协议的处理呢 就要考虑 这个网络协议和我们具体到这个PC上接收到的 或者服务器上接收到的数据 会不会有端模式不匹配的问题 如果不匹配 那么你就要进行调整啊 这个给大家多说一点 那么 我们就说第四个特点啊 第四个特点呢 是我们这个M3或者M4啊 它是支持一个未带访问的 未带访问的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啊 假设不支持未带访问的情况下 我们都要对某一个位进行操作啊 对某一个位进行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的这个 指令或者操作的这个 CPU的这个周期就会比较多一些啊 CPU的这个指令就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啊 我们可能会先去做些移位啊 就做些移位把这个移过来 然后再多做做一些逻辑操作 比如说做些语操作啊 或操作啊 易货操作啊 我们再来做再来对这些位呢 可能要分成几个步骤来进行一个操作啊 这就分了两个步骤 那么假设我们直接可以支持未带访问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免掉这些 这么多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少做一些一味的操作 我们可以直接 对某些位进行一些语操作 或者是一个或操作 然后这个未带访问呢 它是有这个区域限制 就是某些区域 它是支持这个未带访问的啊 大家这个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对这个未带呢 也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讲解啊 在我们的这个 班会课程里面呢 也会给大家讲的更多一些 好 然后我们就这个未带操作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然后在我们这个资料里面啊 在我们这个权威手册里面 对这个未带操作讲解是非常详细的 希望大家下来好好看一下啊 好好看一下 因为通过这个未带操作呢 实际上可以大家提高 我们这个程序的这么一个执行的 这么一个效率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的第一看第二三四 第五个特点啊 就是我们这个 存储系统呢 它支持这个存储器的一个保护单元 注意这个也是可选的啊 这个可选实际上是由这个CPU的一个厂家 厂家 他来规定的 我这个当前这个芯片 我是否要支持这个存储器的保护单元啊 关于这个保护单元很简单啊 实际上就是 防止一些对这个存储器的一些非法的一些 读操作和写操作啊 这个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关于这个保护单元的这个章节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 就是支持一个非对齐的一个传输啊 这是一个非对齐的传输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可能就要问 那么什么是非对齐的传输 什么是对齐的传输呢 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牵扯到我们的第三个小贴士啊 给大家讲的第三个小贴士 又是对齐传输和非对齐传输的一个内容 好 关于这个对齐传输和非对齐传输呢 再给大家多说几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首先啊 我们以前的这个am9啊 am10啊 am11啊 这些的 他都是必须要要求我们数据传输都必须要对齐的传输啊 他是不支持非对齐的这么一个数据传输的啊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在我们的这个callysm系列里面的啊 在我们的m系列里面的啊 或者说m3m4里面啊 他呢 实际上他是可以支持一个非对齐的传输的 但是是有是有限制的啊 大家注意是有限制的啊 是有限制的 那么这个限制什么呢 他只对单数据的一个传输啊 他是支持这个非对齐对齐对齐的 对于多数据的传输呢 还有未来操作呢 还有对战呢 啊 还有其他的呢 他是不支持 他只还是必须要求数据对齐啊 还是必须要求数据对齐 这第二个啊 第三个 我们 他是怎么来实现这个非对齐的这个传输呢 实际上他是通过把这个很多 这个非对齐的操作啊 把这个非对齐的操作 把它转换成很多这个小的对齐的操作 转换成很多小的对齐的操作啊 来实现了一个非对齐的传输 所以说 他清过这些转换以后呢 会增加他的一个指令啊 会增加他的一个指令数 会增加他一个指令数 因此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啊 如果你还你用了这个非对齐的话呢 实际上你这个编程的小 代码之音的效率呢 就比大家直接用这个对齐传输的方式来讲的话呢 就要低一些啊 就要低一些 这个就是给大家讲这三点 然后如果大家为了提高程序的可一致性呢 那么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啊 对这个地址的这个存放呢 把数据放到这个地址里面去呢 还是直接采用这个对齐的方式来存放啊 不要把它放在这个不对齐的这个位置啊 不要把它放在不对齐的位置 这个也是 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啊 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程序的 移植性啊 移植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关于存储系统的特点 好 那么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对齐传输啊 因为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对齐传输呢 那么不满足对齐传输的这个条件呢 就是非对齐传输啊 就是非对齐传输 那实际上对齐传输呢 就是说一个数据啊 一个数据 它因为每个数据它都有长度啊 有的数据它有两个字节 有的数据有一个字节 有的三个字节或者四个字节 还有八个字节对吧 那么这些数据呢 如果它存储的这个位置 正好是它这个长度的一个整数倍 那么它就是一个对齐的一个传输 它就是一个对齐的传输 那么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假设我有一个数啊 一个数它是一个四个字节这么一数啊 01412345678啊 有这么一个数 然后呢 我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内存里面去啊 放到内存里面去 那么我们画个内存出来啊 画个连续的一个八个字节内存啊 大家看12345678啊 然后从零地址开始 然后1234567啊 1234567啊 这样子 这样子分布的啊 这样分布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对齐的操作 那么它的这个其实的这个地址呢 放的地方呢 就应该是它整数嘛 我们零显示可以放的 对不对啊 零 然后放这四个啊 放这四个 然后后面的数据就跟着连续放进来 放进来就是12345678 那么四地址处呢 也是可以放的啊 其实地址如果是四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我们都放在它的一个整数倍的一个地方呢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那么假设我们放到一地址处呢 它就是一个非对齐的传输了啊 它就是一个非对齐的传输 好 大家对这个呢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对齐传输 以及这个非对齐的一个传输啊 这个就是对齐传输 非对齐传输的一个概念 对齐传输的对齐传输